我想我们都很希望说 台湾可以参与WHA的会议 那蔡政府也一直告诉大家说 这个所谓的口罩外交 可以对台湾有很多在外交上面的加分 所以我们就更希望就是说 这一次WHA不是只有我们的友邦去帮我们提案 然后是这些包括欧美国家 他们都可以真正的提案支持 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每次说要支持的时候 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可能都在Twitter上面讲讲说 感谢台湾 但是在台湾实职需要帮忙 需要国际参与的时候 还是我们的友邦帮我们提案 因为我们友邦本来就会帮我们提案 不管是在联合国当中 或者是在这种WHA的大会 我们都会固定的请我们的友邦帮忙台湾发声 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的 请友邦帮忙发声的话 那就是等于说跟之前是一样的 北京的一中原则 它里面有三个内涵 第一个内涵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第二个内涵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 第三个内涵是 台湾也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可是过去呢 当我们在国际上面争取的时候 这三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 过去中国已经花了六七十年的时间去营造 这它所谓的一中原则三内涵 在国际上它去推销 那台湾呢 是在2016年之后才开始把焦点逐渐转向说 我们放弃去争前两条 我们专心争第三条 就是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这个东西它发酵会需要时间 因为这时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短 经过这一次新冠疫情以后 台湾的能见度提升了 全世界对台湾的印象变好了 不知道台湾的人知道我们了 那么外交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我们在压抑了那么久之后 如果希望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反转 我想可能我们过于乐观 做口罩外交当然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说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跟对方用买卖或是交换的方式 这样子才能一方面 真正帮助到台湾的民众 二方面它还是有外交跟公益的性质 那否则像现在后来它用送的 那送给别人呢 别人如果没有感谢 我们没有帮忙我们 我们心里会觉得不舒服 那别人谢谢我们 但是没有失职的作为 那我们现在又会也觉得不舒服 那还不如 大家都是用商业贸易的角度 互相用一个互利的方式去进行 这样对台湾其实是最好的 我觉得今年的特殊状况 即使我们没有拿到 加入视讯会议的那个password 但是我相信为台湾讲话的 力道和声音以及强度都会远高于过去几年 那么反而会说不定我们因为没有去 反而变成国际社会更注目的焦点 如果美国日本甚至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 他站出来发言的时候那个力道变强了 甚至是最后在投票的时候 他投出的跟以往不同的结果 我们才能看出来说 这些国家的政策真的有改变 你要看他的发言跟投票 这才是真正的重点